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永迅智库的李治恩北 我最主要是在CSR这个领域 其实已经从业大概八年的时间 刚好在2013年的时候 开始投入CSR领域 刚好很幸运的是隔一年 2014年金管会也有制定CSR相关的强制法规 台湾CSR的一个发展才开始 逐渐的去 很多企业也去做重视的一个部分 那也因为其实过去在做CSR管理顾问上面 我们其实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百分之九成以上 九成以上的企业 他都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文书工具 Word Excel Email方式来做所有内部CSR资料的收集 用位置 那包括我们在做顾问辅导上面 其实也遇到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都要耗费非常多一个人力成本 来标准企业编制上的CSR报告 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成立了一间CSR 永迅智库这间公司 最主要是针对CSR这领域 开发管理系统跟资料库 帮助这些更有效的去 每年回应政府的要求 我刚刚一直提到的投资机构 对CSG数据上面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其实 因为在场一样 蛮多都是法律界的前辈 那其实在这个领域 也有一些数位工具叫Lost Note 那我们则是在CSR领域 类似像一样是Google搜寻的一个概念 让无论是企业 或者是研究单位 都可以用关键字 很快就能搜寻到CSR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所以其实我们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 那其实目前已经有蛮多的家 台湾上个公司都有采用我们的系统 包含CSR大数据资料库 那像是华硕 因为它的整个CSR的一个部门 有20几个人 那所以它就使用我们这样一个系统 来去做国际标杆案例的一个搜寻 跟研究的部分 那像SMX属块系统 则是帮助企业编制CSR报告书的工具 那像刚刚提到GRI GRI本身就有上百项指标 以前都用Excel的方式来去做资料汇整 那么现在的话就直接透过系统化的方式 接着要选择你要用哪一种国际的框架 一键去选择好 我们系统就帮你带出 对应的指标要求 以及甚至有案例的部分 都可以提供给企业参考 那所以其实我们把很多SETA的领域 很多企业关注的一些新的趋势或标准 TCF DSRY 我们都把它数位化 就是希望说帮助更多台湾企业 可以用一些更好用的工具 来导入不同利害关系 或者机构所希望看到的 资讯揭露的一些内容 那今天最主要会跟大家讲 这前面两个主题就是 从我们的角度上面 其实也有观察到一些CSR法规 国内外法规上面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同时从法规里面 会延伸出来很多新的一些永续的议题 那这边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台湾针对这样一个新鲜的 像TCFD或SARS 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议题 台湾企业目前准备的一个情况 到底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我们都有一些数据化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去做一些分享 那在谈到CSR相关法规上面的话 我们最主要都会去看了一份报告 就是Coreland States的这份研究报告 它是由KPN去做全球64个国家 它会去搜集每一个国家 跟CSR相关的法规 它都会去做一个统整 那其实最早在2006年的时候 就有做这份研究报告 其实每三年都会出一份这样的报告 来跟大家报告说 目前在全球 直接查相关法规进展的如何 那所以它这份报告的话 其实里面就会 它其实有一个网站 那在这网站上面 它就会有一个互动式地图 就是可以看到像这样 画面截取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点选任一个国家 像我们这边点选是台湾 我们就看到有8 它代表说 它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有调查到台湾有8个 跟CSR相关的法规 所以假设我想看中国大陆 或者是看美国 有哪些CSR相关法规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报告 跟这样一个资料库 去做很快的一个相关案法规的一些研究 那同时 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法规也会有 就是鼓励性质的 跟强制性质的 所以它这边也会去分区域调查 就是说 像欧洲这边是CSR相关法规 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 那它的强制的相关法规 其实占比也是比较高的 那其次的话是亚洲 那其实在前 上一个版本的这份研究报告里面 它就有特别强观察到 就是说 亚洲地区的CSR相关法规 快速成长 对所以其实 目前亚洲地区会在 相关法规数量会在第二个原因 其实在上一份研究报里面 它都很清楚地去做解释 所以未来大家如果对CSR相关法规 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看这份研究报告 那同时 因为法规有针对ESG 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些要求 那所以这边的话 它也有去做一个分类 比如说在环境上面的一个 的一个相关法规上面 最主要都是在看 Winship的排放的数据 以及你有没有做这个废弃物 或者是废弃物管理 或有害物质的管理的部分 那在公司治理的话 当然就是当折或者反贪腐 或者是这个诚信经营的部分 也都是比较长 有法规会去做出相关的一个 希望企业去做揭露的一个部分 在社会面向的话 则是最主要是人权 在是员工权益的部分 那这几个都会是 在法规上面有非常高比例的 都会特别希望企业能够揭露在 无论在官网上 年报上或CSR报告书上面 那这边的话也是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台湾CSR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那从2008年 其实就有今晚会这边有去定应出 这个CSR的相关的一个规范 那比较偏向是鼓励性质的 那在2010年的话 则是定应出这个食物守折 跟诚信经营的守折的部分 那真正强制的一个法规的话 则是在2013年 这个编制CSR报告书的作业办法 那才去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台湾企业的CSR报告书才会有 非常明显的逐年的增长 所以其实法规在CSR这个领域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那在2015年的话 还有在扩大的这个范围 就是从原本是一开始 只有100亿以上的资本额的上市会公司 是要编制CSR报告书 那到2015年则是扩大为51以上 也要开始编制了 那中间2018年的话则是有 定应出这个公司治理蓝图2.0 有提出一些新的一些指引方向 那在去年的9月 公司治理3.0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制定出更明确的 希望企业能够去依循新的一些国际框架的一些条文 他都有在这一份这个自己蓝图里面去跟企业去做说明 那这边的话也是很快大家review一下 就是作业办法里面 他最主要在希望要求去遵循的项目有哪一些 比如第二条的话就是有特定的产业类别 也必须要去做遵循 那以及采用GI准则 以及各个行业 应该说食品业化工业跟金融业 他们必须特定行业要揭露的指标具体是哪一些 他说必须 他在这个条文 追办法里面都有去做一个拟定 并且比较特别的是 在食品业上面是唯一一个产业有被强制要求 一定要经过会计时去做第三万保证确信的 那最主要是因为以前食安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希望说食品业在揭露CNA相关资讯上面 可以更完整 而且更透明化一点 那CNA报告书的框架像刚刚有介绍过了 那因为我们在做CNA管理部分的一个工作的话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 必须要知道这所有指标 他具体要收集的资料是哪一些 我们要去给客户去做一个咨询 那我们会比如说像这个指标是做回收 回收集再利用水的资料 那我们就跟环卫部门去做讨论 就是说公司内部在哪些 我们要从哪些地方去搜集这样一个数据资料 并且如何呈现揭露在CNA报告处上面 那我们的工作最主要就帮助企业去完成 这样一个资讯揭露的一个项目 那刚刚提到公司治理3.0的部分 那他在扩大了这个CNA编制报告书的一个范围 扩大到21以上也都要开始编织CSR报告 那TCFD、SUSB也都会列入CSR报告书的框架之内 那以及刚刚提到就是扩大这个保证确欠产音类别 以及像英文的CSR报告书也都被正式列入为公司 自己评鉴的一个项目 那因为像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客户非常多 他都会很在意公司自己评鉴的一个排名 那因为他的从最高到最低 其实那名单的完整公告 所以对于很多企业来讲 他能够尽可能拿到分的部分 他都会尽可能去做一个争取 那这边的话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要报告书这几年的一个数量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其实2013年他其实数量非常少 那隔一年2014年因为法规强制要求的关系 所以他数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 那到去年的话 每一年大概有500多家的一个上市会公司 会编制这样一份CSR报告书 那预计在2030年的话 还会再增加另外250家上市会公司 他会出版他第一年的CSR报告书 所以当年的话 我们每一年大概会有600到700家上市会公司 都要揭露这样一个CSR报告 其实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这边的话 因为刚刚有提到保证确信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由CSR官跟新疑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他们就有去评估说全台湾去年 大概有600家的企业有编制 CSR报告书 那有多少家有经过第三方保证确信的一个比例 那大概有53.7%都有委托第三方来确认 我们报告书的一个内容 那整个市场的占比的话 会有比如BSI,SGS,JS,PWC 这三个会是整个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市场占比 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从我们这段库里有掉一些数据来看 保证确信的话 原则上在我们认知上面 原则上就分两种单位 一个就是像BSI,SGS上的查验证机构 另外一个会议师事务所 那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有一家很特别 它就是红准精密工业 它是由律师事务所去做 是要报告书的保证确信的 那它的话从 它在这几年全部都是由律师事务所去做保证确信 从2014年到2015年这两年的报告书 是委托北京荣安律师事务所 那在近四年的话 则是委托广东咸方律师事务所 去做内容的保证确信 那我这边有截图 就是说它这个 因为你只要经过第三方的话 那最后SATA报告书都会有一个 这个外部的一个声明书 那它也有一张一个声明书 那只是说它这样一个声明书 其实当然也会提到它的独立声明性 或者是验证的一个范围 只是说跟一般 跟其他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他家会提到 像刚刚其他有位律师提到 AA1000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那不然这个里面 它是比较没有提到说 他们用哪一种国际的标准 去做内容的简合的 那这个是比较稍微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可能一个市场 因为这是由中国那边去 去做保证确信 每个市场 它所依选的一个标准或准则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的话 是我们刚好看到一个 比较特别案例 想说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 那沙特别的话 刚刚因为已经有蛮多 律师有提到了 那我这边就讲一下 它这个比较具有特色 就是这个maturity map的一个部分 那它就是很明确的告诉 所有的企业跟投资机构 上面是产业类别 我直接看我公司 是属于哪个产业类别 去对照说下面有各种不同 实现场的议题 颜色比较深就代表说 跟我这议题是有高度相关的 所以假设我是科技业的话 比如说能源 就会是我科技业最主要的 很多投资机构 会希望看到你揭露的一个数据资料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地图 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说 我公司所最主要揭露的议题 是哪一些 可以快速地去做一些回应 那我们这边有去做一个调查 台湾的企业 目前对SUSB的一个揭露的一个情况 大概是如何 那我们最早可以看到2013年 其实台湾就有一家 其实他在他的 这条报告书里面就有提到 还有看到SUSB这样一个趋势 中间2014到2017年 大概就5到8家 台湾企业有去回应到SUSB 这样一个鼓励趋势 而在去年的话 大概就13家企业 有在SUSB里面去做揭露 那今年的SUSB 我相信主动回应SUSB的比例 会增加蛮多的 那我们这边就调出这个 当第一本的话 是我们看到鸿基 这一年SUSB里面 他有参考GIA DJSI 同时也有参考SUSB 来作为他CSR议题的 一个参考范围之内 那同时 以去年来讲的话 大概有13家的企业 有去揭露SUSB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公司 都是属于标杆型的企业 所以台湾的标杆型企业 他在回应这样一个国际的CSR趋势上面 他们都是非常算是非常积极的 那刚刚也提到TCFD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跟大家去说明一下 台湾企业目前揭露TCFD的一个概况是如何 那TCFD在2015年的时候推出来 那2016年其实就有两家企业 已经有在他的SATA报告数里面 去提到这个TCFD的部分 那一个是瑞瑞光 一个是台电 那我们看到当时这两家的话 只是在全体报告数0.4%而已 但是到去年的话 已经将近有三成的SATA报告数 他都已经在SATA报告数里面提到说 他有意识到TCFD了 所以这个成长幅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其实台湾企业 其实在回应这个新的CSR相关趋势上面 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那这边的话 其实TCFD的话 因为蛮多人第一次听到 可能都会觉得 他概念会比较抽象 气候变迁要怎么样去纳入到 我公司内部的治理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 他其实都会有些指引 比如说董事会 即开会的时候 必须要包含到气候变迁相关的议题 董事会的成员必须要意识到 那同时 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叫做风险管理 我要如何去辨识出气候变迁之下 哪些风险跟机会 对我公司的营运会有哪些冲击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通常就是帮助企业去评估说 像左边这边就调列出来 碳税 燃料税 总量管制 强制申报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一些相关的反规 制定下来 就会直接对我公司的财务 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方案 决定主要可以告诉企业说 每一项风险 它发生的可能性跟冲业强度是多少 让企业在管理决定上面 可以有更快的提前去做一些准备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就直接先跳到最后的一个结论 那最主要其实在做CSR的话 就是第一个绝对是为了要符合政府的法规 以及中间的话 其实现在不断改善它CSR作为上面的话 它其实也是不断去提升它整体社会形象的 一个平台形象的一个分数 那同时也能够去回应客户集合要求 或者投资机构对ESG数据上面的一个 做风险管理上面的一个依据 那我这边的话 现在很快先介绍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